就在今天,人大常委全票通过了港区的国安法 我认为今年的7月1日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香港二次回归 港独暴乱分子的末日已经来到了 就在人大常委全票通过国安法的一个小时之后 香港反动分裂组织,香港重制的三个乱港头子 黄之锋、罗冠聪还有周庭接连宣布退出香港重制 罗冠聪这个逼他上周六的时候就已经潜逃到英国去了 然后大言不惭的说会在英国继续为香港人而战 战你妈必战草 他还说有机会重回香港 希望香港政府已经倒下 这个臭傻逼 香港人看清楚了吗 他的意思就是跑英国去了不再回来了 紧接着香港民阵宣布解散 只保留海外分布 他们要在海外继续推动香港独立 直到胜利为止 这帮傻比玩儿等到死都他妈不可能了 学生动员的组织也宣布解散 看到国安法威力了吗 香港的垃圾末日到了 都你妈给我跪下 自从香港的国安法出台之后 香港的这些人寿杂交 人间极品败类社会的垃圾 粪坑里的石头 缺点少妈的鬼儿子 二溜子 烂鼻子 屁眼子 你妈分裂分子 都是着急呀 这帮狗逼玩意儿 那可谓是 副鞋子擦屁股呀 是他妈拦了眼了 乱港四人帮的李祝明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 直接表示支持23条 甚至说出了要揽超的人 如果发动一场革命 会有很多人跟你一起死 这对香港有什么帮助 这老东西是他妈直接开始绣红旗了 另一个是80多岁的老坏逼陈方安生 直接割席 宣布退出政坛 他还表示希望年轻人 对前途保持希望 以守法和平的方式 守护香港的核心价值观 这个老狗逼呀 都他妈80岁了 还他妈这么坏 一看大势已去 马上开始绣红旗 这你妈狗篮子玩意儿 喂 是病魔吗 哦 陈方安生啊 你快点啊 给逼弄死赶紧啊 拜拜 还有那个读苹果 乱港资金的运输大队长老坏逼黎智英 现在啊 他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想外逃啊 而且他的助手 那个美国人Mark 现在已经逃到台湾去了 之前台湾偷偷摸摸的接收好多乱港分子 很明显啊 是受美国人的指使了 这些掌握着美国参与香港暴动的详细信息的人 如果他们被抓住了 美国背后黑手参与香港暴乱的事件就会被全部抖出来 美国人也害怕被抓住小辫子 所以让台湾这些小弟给他来擦屁股去了 我看台湾这帮狗币是他妈的 洗过皮擦屁股 他是没完没了 天他妈打的玩意儿 现在看依然有10个乱港头目分子想继续外逃 香港的朋友们你们一定别让这帮狗币跑了 为什么这帮败类彻底的玩犊子了 美国也知道大势已去了 特务间谍的宿舍楼都给卖了 还冻结了港独分子1500万港币的暴动资金 川建国是又立一功 这帮港独狗币就是一个廉价避孕桃 用完就他妈被丢掉了 这次国安法通过 那边美国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 也就是说香港如果要买美国生产的东西 不能轻而易举的直接运到香港了 不过这在中国叫事吗 正好可以扩大一下内需啊 这对香港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更谈不上影响中国大陆地区了 这个老坏逼美国每年出口 每年从中国购买商品先运到香港 再从香港运到美国 这样就不算做中美两方的贸易了 正好因为这事掐断他的鸟食罐子 我觉得非常的好 香港的暴乱持续了 可是整整一年的时间啊 咱们国家政府做事真的是沉得住气 直接从源头把香港问题给解决了 从那些乱港分子像丧家犬一样的表现来看 我们就真心知道 打蛇打七寸的是打狗砖打腿啊 咱们真的是做对了 香港警察也表示 国安部已经筹备组件完成了 现在从法律制度层面 再到执行机构层面 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坐等收网 现在有消息称 7月1日国安法通过后的第一天就会抓捕黎智英和黄之锋 真的是大快人心啊 同志们终于迎来了阶段性胜利的日子 不过这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有国安法这把上方保健 香港的很多间接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也会被逐渐解决 特别是教育领域 另外就是增大土地供给的问题 之前因为李嘉诚那些臭不要脸的资本家阻挠政府开发土地 不让政府给老百姓建房子 现在国安法来了 那些在香港吸血的混账资本家们 好日子也到头了 以前政府一说盖房子 马上游行示威就开始 现在这帮老坏毕业 那是秋后的骂蚱 他没几天蹦头了 在这里啊 咱们得重点说一位英雄 就是香港律师何君尧 他从去年一直坚定的和港独分子斗争到底 祖坟都让废青给毁了 还差一点被人一刀给捅死 幸好当时没伤到要害啊 何律师真的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说到这个事情我就想起来了 油管上那个臭傻逼叫石洞的 他平时拍节目都是他妈坐着跟念道词一样 大家好 我是石洞 我爸妈都他妈死了 就那次站起来录的 他就是想编造谣言 说何君尧被人弄刀筒啊 是自导自演的事 这个傻逼玩意儿 提起来我就他妈来气 看他那个脊巴奏性 你妈像金辫的跪头哈梦脸啊 操他妈的 你们就看油管上这些反华狗逼 有一个屁股干净的吗 史洞贪官的儿子 杨伟协会的副秘书长 蝶果第一名狗篮子第二名的油管 名人啊 谁一提到他不想到鬼头哈梦脸啊 蟹顶吐头 俩眼离得还特别远 长得跟他妈比目鱼似的 这种杂种就死在美国吧 你们就看啊 中国不要的这些垃圾 美国英国是接收了一大堆啊 台湾的伪政权 现在也是从各方面想学美国 每天就是换着花样的啊 舔川普的老丁 香港废青快去台湾 武统的时候给你们来个卷报会啊 等死吧 好了 这就是本期节目 如果你喜欢垒哥视频 欢迎你点赞订阅转发收藏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